大家好啊 这位 这位老炮啊 也是上海的一个大哥 他跟这个贺炳言啊 也是共产党来说叫开国上将啊 57个开国上将 上次那个高瑜啊 高大姐说错了 说55个57个啊 他了解他们家 对啊 贺炳言是死了很早啊 他的老婆就叫江平嘛 原先八十年代 在总参当人事局的副局长 不是正局长 副局长 也是弄过少将 退役 那么他跟那个黄军 黄军他的父亲 这个黄军 关系非常不错 贺炳言 好像独臂将军 一个哥呗啊 江平 江子牙的江 有一个江泽民的江的江平 当过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啊 那老头不错 贺炳言啊 呃 他们这个门 他们这个属于门当户队啊 这是全家福吧 生了几个孩子 一二三四五 三个儿子俩姑娘可能 这个 江平的父亲 也是共产党的一个少将吧 我看看叫什么名字 贺炳言呀 湖北人 在他老家的时候啊 他原来有个 他们好多都有原配 姓蓝 蓝花的蓝 叫蓝梁秀 结婚之后生了一女儿 后来他当兵走了 就 然后那个女的就改嫁了 说是离婚 那个年代没有这个词 就改嫁了啊 啊 后来认识了一个女军医 叫江平 啊 江子牙的江 江平的父亲 叫江奇贤 1955年 受了一个少将 是军委总卫生部的部长啊 他们俩有个女儿叫贺北平啊 贺北平 原来他们是在跟着贺龙一块的 在西南军区啊 成都军区八一小学 1960年就病逝了贺炳炎啊 这个年仅47岁 是第一位离世的开国上将 1955年啊 从共产党来说 算开国第一次受贤啊 57个人当中 他第一个死的 他这个有一个哥被打仗的时候 就没有了啊 所以他身体不好 好吧 朋友们啊 这个 他刚才这哥们说了 说这个江平 我再查一下啊 说是这个 总参人事局的副局长 贺 丙 言 贺 丙 1913年2月5号 到这个 应该属牛的左右 属牛的啊 到1960年7月1号 就活了47岁 他原来叫相名言 方向的相 姓相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参加共产党都改名嘛 怕人家抓啊 湖北一都江家湾人 人称独臂将军啊 他是第一任的成都军区司令员 继任者是黄新庭 他死在成都了啊 他们俩生了不少孩子 长女叫贺雷珍 啊 长子叫贺雷生 次子叫贺灵生 次女叫贺北生 1953年的 三女儿叫贺燕生 第三个儿子叫贺经生 北京的经啊 贺雷珍 贺雷生 贺灵生 贺北生 贺燕生 贺经生 啊 他的父亲叫贺学文 啊 贺炳言啊 实际上原来姓相啊 他还有姐姐叫相从秀 啊 这个哥哥叫相从心 他跟着他爹贺学文一块参加红军的啊 那会儿都是家庭的 现在说说啊 说这个他的第二个妻子江平 1942年俩人结的婚 曾任 成都军区门诊部和总参门诊部的主任 总参门诊部现在有个总参总医院 也叫309医院 就在那个温泉那边吧 就是那个红山口国防大学往北 在那条路上 那条路不太宽 我去过那个医院 跟我一个朋友到那看病 来马路西侧啊 那儿的一个院长 一个女少将 因为贪污前两年被抓了 1955年啊 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受闲 受了个少校 60年给他晋升了中校 生了三儿子俩姑娘 那头一个 刚才列的那个应该就是前妻生的 第一任啊 贺雷珍 是那个蓝明秀生的啊 这上的没说他担任过 这个这个什么总参人事局的副局长啊 此处存疑啊 此处存疑 好吧朋友们 谢谢了 那怎么办 拿着 还要rell 点 词